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有一种神奇的食物,它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响亮的名头, 它没有人生的高富帅,也没有燕窝的白富美。 它卑微到尘埃里,却默默地滋养了中国人两千年。 它不需要任何粉饰,因为它素面朝天,就可以支撑起一片天。 它是五谷,它是谷神,它是五谷之王,它就是小米,是平凡而不平庸的小米。 至于为什么说它神奇,相信大家都跟小颖一样有疑问。 别急,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了。 我们家中常备的小米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会让各大名医连连称赞呢? 北京名医徐文斌老师出口成章,学父五车。 他与著名媒体人梁东对话中医圈粉无数,让人如痴如醉。 他是这样评价小米的。 脾胃虚寒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黄色入脾。 他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五谷中最好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五谷中最好的是小米。 小米在中国古代叫做祭,江山社祭的祭子就是小米。 国家的代称叫做社祭,社是什么? 社就是我们对祖先表示一种祭祀。 祭是什么? 是小米。 设计的意思就是我们祖先用最好的粮食来供奉祖先。 屈黎敏曾经以本《皇帝内经养生智慧》封米全国。 这个女人不简单,真正懂得了天地之道, 对中医文化的推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是这样评价小米的。 小米是什么? 是种子。 它很小很小,但是播撒在地上就长了一大片。 它是最具生命力,最能生发的东西。 所以说,刚刚生了孩子的母亲, 不会给她疯狂地喝牛奶, 一般都是小米粥和鸡汤。 这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 小米入脾,胃,肾精,可以养心养气。 所以如果你平时多有心悸、心慌或失眠, 每天早上一碗鸡蛋小米粥下肚, 天长日久,心悸失眠的毛病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位老大妈一生中患过两次肿瘤, 什么药物都没有用, 就喝小米粥,两次肿瘤都过来了。 著名的一位很老很老的老中医李时珍 是怎么评价小米的呢? 也许是因为好处太多了, 也许是因为小米根本不需要美颜。 李时珍说得很简单, 一丹田,补虚损,开肠胃。 这九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小米可以大补元气, 丹田藏的是元气, 可以补五脏六腑的虚损, 尤其对脾胃最好。 如果您还不能从这么多名义的赞美中 体会到小米的好处, 那下面小颖就再来分享几个 与小米有关的故事吧。 小颖的奶奶曾对小颖说, 我生你爸爸时, 那时候家里很穷, 坐月子哪有什么鸡汤喝, 连鸡蛋也没得吃, 就喝小米粥, 喝了一个月, 身体很好, 什么毛病也没有。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都把小米粥当作人参汤, 都把小米当作月子米。 有一位年轻女子想要减肥, 她以前采取的减肥方式是节食。 中医说, 不用节食, 每天晚上喝小米山药粥吧。 她照办了, 一个月后, 她惊喜地对医生说,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以前我不吃饭减肥, 老是减不下去, 这次吃饭了, 竟然减下来了。 医生回答说, 吃饱了, 才有力气减肥, 这话还真有道理。 你每天喝的小米山药粥, 把脾胃养好了, 气血不足了, 身体自然有多余的正气去减肥。 正所谓, 你哪里虚, 邪气就往哪里钻。 你正气足了, 邪气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真正治病的不是药物, 是我们身体自己。 药物只是协助身体治病罢了。 陕西有一位小伙子, 说自己太瘦了, 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了。 想要中医给个方子, 让自己胖起来。 中医说, 如果你的骨骼偏小, 说明你天生如此, 只要精神好点, 瘦点就瘦点吧。 实在想吃点什么, 就每天喝点小米山药粥吧。 反正是好东西, 不会让你白吃。 后来小伙子吃了两个多月, 说体重增加了三斤。 虽然不多, 但也足够让它喜出望外了。 看看小米就这么神奇, 可减肥也可增肥。 其实, 无论是肥胖还是瘦弱, 都是脾胃出了问题。 小米刚好是调理脾胃的。 脾胃好了, 该胖的胖, 该瘦的瘦, 绝对不会像某些减肥人士担忧的那样。 小米这么有营养, 吃多了会不会发胖?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一个故事,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说的是一则一案。 有一位中年妇女, 月经量少, 脸色发黄, 去看大夫, 大夫建议她每天喝小米粥。 她照办了。 她的保姆气色也不怎么好, 脸色也发黄。 每次喝小米粥的时候, 保姆就把最上面那层粥油咬出来自己喝。 她以为那是小米粥里面最不好的东西。 就这样, 保姆每天喝小米粥的粥油, 中年妇女喝小米粥。 一段日子过去了, 保姆的脸色红润起来了, 但是中年妇女的脸色变化不大。 中年妇女又去看大夫, 说我喝小米粥有段日子了, 经历是好一些了, 但是脸色还是没有改善啊。 大夫说, 那你就喝小米粥的粥油吧, 那可是小米的精华, 最有营养的部分。 中年妇女问, 什么是小米粥粥油? 大夫就说, 就是熬出来的粥浮在最上面的一层。 中年妇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说怎么就没用呢? 原来小米粥粥油全被保姆喝了。 小米粥最佳的吃法, 就是最上面的那层粥油最养人, 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直接撇开, 甚至咬出来倒掉, 真是暴殿天物啊。 一锅小米粥, 粥油就那么一小点。 小颖建议你, 把它留给最需要的人, 比如宝宝, 比如老人, 比如家里急需保养, 调理的病人。 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留给你最爱的人。 那个时候, 小米粥就不再是小米粥, 而是满满的爱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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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